大家好 蝴蝶兰的叶片比较大 比较容易积灰 所以说我们在平时养护的过程中 一定要经常给它擦洗 给它洗洗澡 让它更健康 那么一般我给蝴蝶兰洗澡 擦拭叶片 都会给它加入一点专用的沐浴露 这个专用的沐浴露 也就是HB101活力素 因为我们使用这种活力素 可以提高蝴蝶兰叶片的生长活力 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又可以达到一个清洁的效果 那么我们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500毫升的清水里面 加上34滴就够了 不需要多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 再给它慢慢的搓死这个叶片 因为这种HB101活力素 它可以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的同时 又可以促进植物的细胞快速生长 提高细胞的生长活力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的蝴蝶兰 叶片肥厚又光亮 所以说我们再给这个蝴蝶兰擦死清洗叶片的时候 最好给它加入几滴这种HB101活力素 提高它的生长活力 而且这个蝴蝶兰的叶片吸收养分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通过擦拭这个叶片来给它吸收HB101活力素 既可以提高光合作用的同时 又可以提高它的抗性 让它生长更加有活力 当然了我们给这个蝴蝶兰洗完澡之后 这些洗澡水呢我们也不要倒掉 倒掉的话就是太浪费了 我们可以拿来直接浇灌这个根部 因为把这个HB101浇灌到这个植料当中 可以促进它的根系生长 让它的根系生长细胞 同时提高生长活力 长根的速度会更快 而且呢这种HB101活力素 它也可以促进植料中的一些有异微生物生长 抑制有害微生物 从而达到提高抗性 提高它的生长活力 那么我们给它洗完澡之后 它的生长活力提高了 也就是它的生长能力变得旺盛了 那么它的胃口大开 施肥之后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